神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我们谢谢你 主啊你在瘟疫肆虐的时候 主啊你呼召我们来敬拜你 主啊你用这瘟疫来 重重的围困地上的人 主啊不只是中国人 连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 都现在知道这个瘟疫 是非常厉害 主啊已经有许多人在 这个恐慌当中 主我们在你里头确实有盼望 我们知道主啊你用瘟疫 不是要毁灭我们 你乃是要主啊写明 主你自己的那一个大能 你的威严你的真实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因为世人不知道 他们以为用科学用制度 用医药用各种方式 可以来抵挡瘟疫 可是主啊那抵挡 你的人是徒劳无功的 主除非你从这个地上 止吸你的怒气 主啊那个瘟疫是没有办法 消失的主求你来帮助 你怜悯我们 你怜悯我们主啊 我们一方面为我们自己 来向你祈求 主啊求你来建察我们的心 使我们悔改我们自己的罪 使我们在你面前有真实的敬拜 我们也为这个地上的百姓 来向你祈求 主啊因为在地上有许多人 他们还不能够分辨左右手 主啊他们有许多人 甚至都没有听过福音 求你来帮助许多人 能够有机会听福音 主啊求你赐给他们机会来悔改 主因为你 你的意思不是要 现在审判和毁灭 那是宽容许多人 使许多人有机会悔改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在今天这一个圣安息主日 求你赐下那一个真正的安息 在你的百姓当中 求你使我们 主啊在地上 主啊在地上没有逃成的时候 主啊我们的天上有一个逃成 我们知道说 主啊在你那里 我们已经有预备的房屋在那里 主啊我们求你来 使我们的心来淡淡地仰望你 依靠你 我们的心来向你回转 主求你来帮助我们 每一个弟兄姊妹 主啊今天到这个房间 来敬拜你的 主啊知道 都是在一个虚拟的空间当中 那是在一个真实的时空当中 来敬拜你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求你使每一个服侍的同工 每一个在你面前来唱诗 来领会 来正道 来服侍你的人 主啊都应得你的恩典 主啊你赐给他们力量 主是讲道的 能够按照你的正义来解经 将你的丰富的活泼的恩惠的道 来传给你的百姓 主也求你真的是来扶持 领会的诸恒弟兄 主啊求你与他同在 主啊求你赐给他力量 你保障他的网络的唱风 主啊求你使他 今天在服侍你的当中 主啊满有你的扶持 满有你的同在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求你与每一个 来敬拜你的儿女来同在 主啊求你以圣明来吸引我们 来保守我们 来引导我们 在你面前有敬拜 主我们感谢你 求你在今天的敬拜当中 得到你自己的荣耀 我们如此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明 祢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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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你最好比写的安住 放冷陪得出决白 他将自己做你书家 天上荣耀远离开 他笑声你头无人言 求你脱最怕雪洒 你要向他写上憧憬 将最好的写你大话 将你最好的写安住 写你青春的力量 穿上旧爱卷足军装 重新为真理的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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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柔和月為憂傷 非我為主 將眼睛懸我感 非我為主 孤狼重擔對擔當 非我為主 孤独一切孤狂 求忠受救我過你自己 如何在你裡面 非我為主 孤独一切孤狂 非我為主 孤独一切孤狂 使我力量健康 孤独一切孤狂 非我為主 孤独一切孤狂 求忠受救我過你自己 如何在你裡面 求忠受救我過你自己 如何在你裡面 求忠受救我 孤独一切孤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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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忠受救我過你自己 如何在你裡面 求忠受救我 孤独一切孤狂 求忠受救我過你自己 如何在你裡面 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 肃静静默 慧众请起立 我们请诗班主在圣殿中 当地宣招的话 耶和华以色列的君 以色列的救赎主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 自从我设立古时的明 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 又为自己承说呢 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 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 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 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 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 诚然没有磐石 我不知道一个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是创造世界万物的神 你是按照自己的形象 照然照你 除你以外没有真神 除你以外别无救赎 普天当颂葬 万民当欢呼 愿你在万国万族中 彰显你的权柄和国度 在我们的敬拜中 得着荣耀和称赞 愿你的灵 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 与我们同在 赐给我们智慧 使我们以感恩的祭 献上给你 愿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 带领我们 每一位弟兄姐妹 带领我们 可以在你的里面 享受 享受你的同在 享受你的安息 愿你帮助我们 使我们 存感恩的心 来向你敬拜 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唱诗赞美 三一颂 圣诗精选 四十三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圣诗生父 圣词圣明 阿们 我们一起来颂赞 我们以十诫 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地 围炉之家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 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 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 是祭邪的神 恨我的 我必追讨他的罪 自父及子 直到三世代 爱我 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发慈爱 直到千代 不可妄称 耶和华你神的名 因为妄称 耶和华名的 耶和华 必不以他为无罪 当纪念安息日 守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 做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日 是向耶和华你神 单手的安息日 这一日 你和你的儿女 不必 深处 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 无论何功 都不可做 因为六日之内 耶和华造天 地 海 和其中的万物 第七日 便安息 所以耶和华 赐福于安息日 定为圣日 当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 在耶和华你神 所赐你的地上 得以长久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 陷害人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 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不必 留履 令他一切 所有的 阿们 我们 以 我是个罪人 这首诗歌 来到神的面前 认罪 祷告 我们一起唱诗 我是个罪人 圣事精选 三百零四首 requirements 《罪人之天》 字幕为宣传》 我一切所有 无非世界战胜 都是归站下在我身上 他一直 revel在我身上 多奢免 赞美主耶稣 荣耀都被添付 我只是最热 能求恩 彼此相遇 寂寞最高高兴 是我的相互 夜天赋为心 心中的水 爭起身后心 我只是最热 我只是罪人 梦恨的 一切罪恨的舍免 赞美着耶稣 荣耀 都被天赋 我只是罪人 梦恨的 一切罪恨的舍免 赞美着耶稣 荣耀 都被天赋 除了凶稀 荣耀 都被大费折 罪恨成何 罪恨的 罪恨有缘 我只是罪人 梦恨的 罪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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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恨的狭狭 若有梦为天赋 我只是最热梦求恩 让我这最热情不能自信 只一生爱有几个本性 让我这说明我生生长 若只是最热梦求恩 我只是最热梦求恩 一切最热梦求恩 仅在追溯若有更天赋 我只是最热梦求恩 我只想过程的冰军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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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啊 求你不以我们的过犯代我们 为千万人重留此爱 圣子啊 求你担当我们的罪孽 为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作宝 圣灵啊 求你攻破我们坚固的银垒 求你折服我们骄傲的景象 也求你领我们在你平安的大道 和顺洁的异路之上 我们 我们个人各家在神的面前 我们做认罪悔改的祷告 主啊 你若纠察罪孽 谁能站立得住呢 主啊 我们来到你 他承认我们犯的罪 各人各家 我们自己 我们在生命中 在家庭里 在各样子的场合当中 都得救了你 都 没有存在你 相爱的心 没有真正的来 给你的荣耀 人是你所造的 主啊 由这里自己的形象 说我们却 虽缺了你的荣耀 给你帮助我们各家 在我们面前的 改改 我们认罪 我们的祷告 主啊 你有灵敏之恩 就求你帮助我们 说我们可以再次站起来 就像那瘸子 主啊 就站立起来 欢呼跳跃的赞美声 我们感谢你 祷告 祈求 奉耶稣基督法国的圣名 阿们 我们 请听上帝宣摄的经文 耶利米苏二十九章十一至十三节 耶和华说 我知道 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 你们要呼求我 祷告我 我就应允你们 你们寻求我 若专心寻求我 就必寻见 感谢归者神 我一起唱诗赞美 你的罪 衰向诸宏 圣诗精选 二百六十六首 我一起唱诗赞美 你最先光如淡夜 依然我仰貌 你的醉 醉相處 主彼時 踏白如絕 既聽主 三百五十線 乖乖 轉彙 相徵 既聽主 三百五十線 乖乖 轉彙 相徵神 主要為何你願意 與其妙的愛 既聽主 三百五十線 既聽主 三百五十線 乖乖 轉彙 相徵神 乖乖 轉彙 相徵神 你的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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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今後又不幾年 你的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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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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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你要收下这些好座会目的使用 都要造立位人所办的事交给他们 于是摩西收了车和牛交给立位人 把两辆车四只牛造格顺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 又把四辆车八只牛造米拉利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 他们都在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妈手下 但车育牛都没有交给歌侠子孙因为他们办的是圣索的事 在肩头上抬圣物用高抹堂的日子 首领都来行奉献堂的礼 众首领就在堂前献公务 耶和华对摩西说众首领为行奉献堂的礼 要每天一个首领来献贡物 头一日献贡物的是犹大支派的雅米拉达的儿子拉顺 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可乐 一个银网重70舍可乐 都是按圣索的瓶 也都盛满了条油的细面做数据 一个金鱼 重10舍可乐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堵一只公棉羊一只一岁的公羊膏做梵祭 一只公山羊做赎祭 两只公牛五只公棉羊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膏做平安祭 这是雅米拉达儿子拉顺的贡物 第二日来献的是以撒加子孙的首领 苏雅的儿子拿坦业 他献为公务的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可乐 一个银网重70舍可乐 都是按圣索的瓶 也都盛满了条油的细面做数据 一个鲸鱼种食舍可乐 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堵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膏做梵祭 一只公山羊做赎祭 两只公牛 五只公棉羊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膏做平安祭 这是苏雅儿子拉坦业的公羊 第三日来献的是西伯伦子孙的首领 西伦的儿子以利亚 他的公务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可乐 一个银网重70舍可乐 都是按圣索的瓶 也都盛满了条油的细面做数据 一个鲸鱼种食舍可乐 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堵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膏做梵祭 一只公羊膏做赎祭 两只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膏做平安祭 这是西伦儿子以利亚的公务 第四来献的是流遍子孙的首领 西伦儿的儿子以利亚 他的公务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可乐 一个银网重70舍可乐 都是按圣索的瓶 也都盛满了条油的细面做数据 一个鲸鱼种 10舍可乐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膏做梵祭 一只公三羊做赎祭 两只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三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膏做平安祭 这是斯伦儿的儿子以利亚的公务 第五日来献的是西伦子孙的首领 苏利沙代的儿子赤露面 他的公务是一个银盘子 重130舍可乐 一个银网重70舍可乐 都是按圣索的瓶 也都盛满了条油的西伦做数据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膏做梵祭 一只公三羊做赎祭 两只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三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膏 叫做平安祭 这是苏利沙代儿子 四路灭的公务 第六日来献的是 加德子孙的首领 丢尔的儿子以利亚萨 他的公务是一个银盘子 重130舍可乐 一个银网重70舍可乐 都是按圣索的瓶 也都盛满了条油的西面 做数据一个金羽 重10舍可乐 盛满了像一只公牛 等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膏 叫做凡祭一只公 上羊做赎祭 两只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棉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膏 做平安祭 这是丢尔的儿子 以利亚萨的公务 第七日来献的是 以法连子孙的首领 雅米呼的儿子以利沙玛 他的公务是一个银帆子 重130舍可乐 一个银网重70舍可乐 都是按圣索的瓶 也都盛满了条油的 西面做数据 一个金羽重10舍可乐 盛满了像一只公牛 独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膏 做凡祭一只公三羊 做赎罪季两只公牛羊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三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膏 做平安祭 这是雅米呼 儿子以利沙玛的公务 第八日来献的是 马拉西子孙的首领 彼大树的儿子加玛列 他的公务是一个盘子 重130舍可乐 一个银网重70舍可乐 都是按圣索的瓶带 也都盛满了条油的西面 做数据 一个金羽重10舍可乐 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犊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膏 做凡季 一只公三羊 做赎罪季 两只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三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膏 做平安祭 这是彼大树 儿子加玛列的公务 第九日来献的是 汴牙明子孙的首领 基多尼的儿子亚比达 他的公务是一个银盘子 重130舍可乐 一个银网重70舍可乐 都是按圣索的瓶 也都盛满了条油的西面 做数据 一个金羽重10舍可乐 成满了像一只公牛 独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膏 做凡季 一只公三羊 做赎罪季 两只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三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膏 做平安祭 这是基多尼儿子亚比丹的公务 第十日来献的是 丹子孙的首领 雅米沙代的儿子亚西 他的公务是一个银盘子 重130舍可乐 一个银网重70舍可乐 都是按圣索的瓶 也都盛满了条油的西面 做数据 十舍可乐成满了像一只公牛 独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膏 做凡季 一只公三羊 做赎罪季 两只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三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膏 做平安祭 这是丹米沙代儿子 雅西以谢的贡物 第十一日来献的是 雅舍子孙的首领 尔兰的儿子帕杰 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盘子 重130舍可乐 一个银网重70舍可乐 都是按圣索的瓶 也都盛满了 条状的西面 做数据 一个鲸鱼 一种十舍可乐 盛满了像一只公牛 独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膏 做凡季 一只公三羊 做赎罪季 两只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三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膏 做平安祭 这是尔兰儿子 帕杰的贡物 第十二日来献的是 拉夫塔利子孙的首领 以兰的儿子雅西拉 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盘子 重130舍可乐 一个银碗 中70舍可乐 都是按圣数的平 也都盛满了 条状的西面 做数据 一个鲸鱼 一种40舍可乐 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 一只公命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膏 做凡季 一只公三羊 做赎罪季 两只公牛 五只公命羊 五只公三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膏 做平安祭 这是尔兰儿子 雅西拉的公物 用高抹堂的日子 以色列的众首领 为行献堂 字里所限的是 银盘子十二个 银碗十二个 鲸鱼十二个 每盘子重 130舍可乐 每碗重 70舍可乐 一切七具的银子 按圣数的平 共有2400舍可乐 十二个鲸鱼 盛满了香 按圣数的平 每鱼重十舍可乐 所有的金子 共120舍可乐 做凡季的 并有公牛十二只 公羊十二只 一岁的公羊膏 十二只 并同性的数据 做赎罪季的公 三羊十二只 做平安季的 共有24只 这就是用高抹堂之后 为行奉献堂之礼 所限的 摩西进会幕 要与耶和华 说话的时候 听见法规的 诗人座椅上 二级入伯中间 有与他说话的声音 就是耶和华 与他说话 耶和华小于摩西说 你告诉亚伯说 点灯的时候 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 亚伯便这样行 他点灯台上的灯 使灯向前发光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 摩西的 这灯台的做法 是用金纸锤出来的 连做带花都是锤出来的 摩西制造灯台 是照耶和华 所指示的样式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为我们今天的正道和听道 祈求圣灵的帮助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你是智慧的源头 是公义和慈爱的神 你曾在这一 旷野当中 主啊 引领你的百姓 赐下各样的律法 主啊 我们感谢你主啊 引领我们 如今也同样的 粗埃及净旷野 主啊 为要得那应许之地 求你就带领你的百姓 带领我们主啊 存着谦卑受教的心 来领受仇美而来 恩典福分 主啊 我们知道这一切的设定 来是要使我们 更加的圣洁 更加的以感恩的记忆 来向你献上 更加的看到你所预备的圣子 耶稣基督成全这一切的律法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与我们同在 赐给过海地中 他从你而来的力量 来宣讲你的话语 使我们更深的扎根 在你的身上 愿你在这当中 得着你的荣耀 使我们看见基督的荣耀 看见那天上的荣耀 所以我们就能明白这地上的一切 说明在这地上同行天路 我们感谢你 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阿们 今天在我们当中正道的是 郭海弟兄 他的题目是 你的礼物在哪里 好 问候在各位在疫情中 闪聚各家的弟兄姊妹 主日平安 感谢主 刚才 祝宏弟兄领会的时候 我们听到了一个攻击 不断地打鸣 是我突然间心里面 浮现出了一个 今天的聚会的场景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 想到了这个 三千五百年前 在会幕当中的敬拜 流米洋教的声音 充满了会幕的院子 这和我今天分享的这个主题 非常的应景 因为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三千五百年前的 第一次的县堂礼拜 流米洋教的声音 是充满会幕的院子 我就想 感谢主 今天那个祝宏弟兄领会的时候 这个 公鸡一直在打 我们想到了一个 过去几千年前 他们在了一个敬拜的时候 要献祭的时候 流米洋教养米洋声音 是我 突然间 有这样的一个感动 非常的感恩 也是 我们想到 在旧业当中的 敬拜当中的一个场景 当我们看到 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想到 今天的聚会是跟 礼物有关系的分享 我想 想必每个人都说过 收到过礼物 特别是孩子们 一提到礼物 他们不知道有多么高兴 当他们的爸爸妈妈 从远方回来的时候 当那个门一开的一刹那 礼物对这些孩子们来说 是多么振奋人心的事情 还有呢 特别是像生日啊 春节 重要的日子 孩子们就更期待 爸爸妈妈 给予的礼物 其实 对孩子们来说 礼物很重要 大人们其实也是如此 他们也是 非常期待 他人的礼物 比如说 第一次成人礼的时候 结婚 上礼的时候 在许许多多不同的场合 各种不一样的礼物 在不同的场合 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也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一个 决定性的一个气氛 我们说到送礼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门 学问 我想我们中国人对送礼 这一个方面 非常的熟悉 只要有中国人在的地方 就没有送不出去的礼 曾经看到一个报道 有一个商人 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我不怕干部 就怕干部 没有爱好 我想大家可能知道 这句话谁说的 他就是靠这句话 非常成功的 做他的生意 把生意做得很大 其实他本人只有小学的文体 所以他把生意做到了中央 几百亿 甚至上千亿的这样的一个生意 我们想 是什么原因呢 是靠送礼 中国还有一句古话 就是人们经常说的 有礼走遍天下 无礼存不难行 这个礼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不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真礼 而是我们经常会知道的送礼 人们在生活当中 遇到任何一件事情 第一个想要做的就是 要用送礼来解决 在我们生活中 考虑的其实 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理善往来 可是我们却很少 思考 送礼与上帝是什么概念 难道上帝也喜欢人送礼吗 我们想一想 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也是一位爱收礼物的上帝吗 难道说 我们的神 也是喜欢经营珠宝 三争海味吗 还有很多人 不理解我们基督教的 他们说 你们的上帝是喜欢喝血 喜欢吃肉的上帝 我们看诗篇的五诗篇怎么说 诗篇的五诗篇 大卫说 耶和华说 我不从你家里取公留 也不从你眷内取山羊 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 天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 山中的非辽 我都知道 野地的走兽也都是我 我若是鸡肉 我若告诉你 因为世界和其中 所充满的都是我的 我岂吃公留的肉呢 我岂喝三样的血呢 你们要以感谢为记献于神 又要向至高者 还你的愿 所以我们看到在诗篇 早就在大卫的诗篇当中 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上帝 不是喜欢喝血的上帝 我们的神 不是喜欢吃肉的神 在我们开始今天的正道之前 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绘本故事 这个故事是我经常跟孩子们分享的 这个故事的题目就是 爱你本来的样子 在很久以前啊 有一个小村庄住了五个孩子 这五个孩子是孤儿 没有爸爸没有妈妈 他们的生活非常的结局 他们非常的贫苦 在天冷的时候 他们没有暖气 他们总是相依为命的在一起 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互相的取暖 有一天 他们听到一个好消息 因为 一个国王 知道了有五个孩子 是孤儿他们的悲惨的命运呢 被国王知道 这个国王就宣布 要去 来 领养这五个孩子 这个消息呢 让这五个孩子知道了 他们就非常的高兴 所以 这个村上的人呢 就给这个孩子们出了点子 出了什么点子呢 村上的人就以大人的观念说 如果你们中间 谁要是给国王留下的好的印象 把最好的礼物献给国王 那么你们就能住在大城堡里去 这些人呢 并不认识国王 他们只是猜想 国王和其他人都一样 只要给他好印象 只要给他好礼物 他们就 一定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所以这些孩子们 听了这一个村上人的话 就去赶紧准备礼物 他们非常努力 想得到国王的表扬 其中有一个孩子会雕刻 他就想雕最漂亮的 这样的木雕的一个工艺 献给国王 所以他就不停地去 拿刀去削 去来做一些木偶 还有一个写节呢 他会画画 他就想不停地去来画画 画最美的画献给国王 想得国王的欢喜 还有一个姐姐呢 会唱歌 他就想要一定要练出最美的歌声 最漂亮的声音 当国王来的时候 唱一首最动听的歌给国王 还有一个小哥哥 他会读书 他就想我要把这一个天文地理 数学化学都把它学得最好 当国王来的时候把我的才华 知识和学问展示给他看 让他对我赞上有加 两儿 只有一个小妹妹 什么都不会 左口笨蛇 手指僵硬 不会拿笔 不会唱歌 不会念书 他只是一个小马童 每天呢 站在这个城门的城门口 当别人在这个来往过程当中呢 他就把这些马牵过来 帮他们喂点石 帮他们饮点水 可以赚一点点这个钱呢 拿回家给他的哥哥姐姐们 所以这个小女孩也觉得自己 一无四处 什么长处都没有 他在想 当这个国王来的时候 我该拿什么来 献给这样一位国王 来得他的欢喜呢 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他就到了哥哥那里去学 他说 哥哥 我可不可以跟你学这个雕刻 哥哥说 别打扰我 我要做这一个工作 国王来的时候 我要把好礼物献给他 他也到这一个姐姐那里 他说姐姐 你能不能教我唱歌 当这个国王来的时候 我就把 我能够和你一样 能够给他献上这样的歌 他到了每一个哥哥姐姐那里 他们都是这样的对他说 所以他就非常的伤心 又去这个城门那里 他们也是有一些沮丧 就走了 几天多后 有一个穿着商人的衣服的一个先生 到了他们的小镇 他就到了个小女孩那里 他说你能不能帮我喂一下我的驴子 这个小女孩就一听到这个声音 马上站起来了 就非常热情 充满了热情的 洋溢着他的快乐去帮他 他说可以啊 就赶紧的把他 把他的这个驴子牵去 他就把他的驴也喂饱 把他的毛也梳得很整齐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问他们在一起交谈 他就问这个先生 他说你到这个镇上干什么 你要来住一镇 这一个商人 他就说我来找人 这个小女孩说你大老远来累不累 他说所以我要在这里休息一会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跟他们在一起攀谈 这个小女孩说 我看你这是一个好人 他就坐在这一个商人的旁边 这个商人也非常开心 默默这个小孩 他说我去了之后呢 还会再来 没过多久 这个商人啊 又回来了 回来之后呢 这个小女孩又问他 问他他说这个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国王就说 他说我这个 他就把这个 他的身世跟他们分享了 他是一个国王 他想要跟他们去分享 他的快乐 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小孩子就知道了 他是要到他们家去 要跟他们 要来领养他们的 这个小孩就把自己心中的困惑 跟他分享 他说我 其实 我什么都没有 我没有什么来给你的 这个 扮作商人的这个 国王就说 他说我到他们那里去 他们都是太忙了 没有人有空见我 也没有人有空呢 理会我 所以我先 先回来 等一等 等他们忙 忙完了 我再去 这个小孩就说 他说你看 我什么都没有 这个故事的最后呢 这个先生 这个小女孩就对他 对这个先生说 他说 先生 我 我什么 没有什么才能 我能做你的小孩吗 这个 这个故事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呢 还是很长的 因为今天的时间的缘故 我就会跟大家分享 这个很多的孩子呢 我想必 大家也是 听过这个故事 当这个小孩 发出这样的疑问的时候 他说先生 我什么都没有 我没有任何才能 但是我想做您的孩子 这个孩子 这个先生就说 其实 您把最好的 献给了我 就是您的良善 你的心 你的那一颗 善良的心 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今天 这一位国王 也到我们这里来了 他要见我们中间 非常重要的人 请问 那一个重要的人 是你吗 你该拿什么样的礼物 来 来到他的面前 请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每一个人 在今天 献上 这位国王 所约纳的礼物 也让我们每个儿女 在他的面前 知道我们的国王 我们的神 所喜悦的 到底是什么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荣耀的君王 我们在你的面前 向你献上感谢 天父我们感谢 赞美你 我们该 拿什么来献给你 得蒙你的喜悦 天是你的 地也是你的 世界上所有的万物 都是你的 就连我们这一个 破烂不堪的 罪恶深重 从头到脚 满了罪恶的 这样的一个卑微的 世人 也是你所造的 我们拿什么献给你 来取悦于你呢 我们用什么样的 好的行为 和好的礼物 能得到你的满足呢 主啊 我们知道没有 我们没有什么礼物 我们没有一件 好的 可以拿得出手的 礼物 在你的面前献上 然而 我们亲爱的天父啊 你却愿意接纳我们 在你爱子 耶稣基督的里面 接纳我们 正如同 你接纳我们 如此卑微不堪的 罪恶深的形状一样 你愿意与我们 同住 就如同 在过去的连日当中 在几千年前 你愿意与那群 闪居在埃及 每日 周日 埃生叹息 的 以色列人 你愿意与他们 同住一样 你要把他们从埃及 法老的国度当中 召聚起来 你说 我要与他们同在 主啊 今天 我们求你 让我们在你的面前 让我们献上最美的礼物 那最美的礼物 就是我们把自己 带到你的面前 敬拜和赞美 主啊 我们把今天的聚会 交在你的手中 虽然威力很大 我们 在各自家中 甚至我们连出门的困难 都困难 然而我们却知道 主 你却与我们每个人同在 我们把 今天的网络也交在主的手里 愿主与我们每个人同在 胜过一切的网络 祷告 奉主 声明 好的 感谢主啊 刚才 祝宏弟兄跟我们已经 读过这篇 很长的经文 今天 这篇 民俗记七章 是整个旧月圣经当中 除了四篇 一百一十九篇 最长的 甚至超过了一百一十九篇 的篇幅 那么 也是今天 我们跟大家分享 关于 跟礼物有关的一篇讲章 那么这篇 讲章 他的 手里的对象 不是 人 是上帝 我们来 跟大家分享 四点 第一点 捷径 分别为圣 分别的人 分别的物 第二点 当天 支派手里 呈现礼物 分配得当 在二到第九节 第三点 是礼物清晰可见 每日一中 按部就班 是在 第十节到八十八节 第四点 是看了 神的丈母 与人同在 光照赤福 是在 第七章八十九节到 八章第四节 这是我们 要给大家分享的 这四个点 我们都知道 我们首先看 第一点 捷径 分别为圣 以色列人 他们在 埃及 待了四百三十年的时间 我相信在 前几周 陈苗牧师 以乐牧师 都有跟大家分享 还有 秉胜长老 那么他们出埃及 是一个 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 上帝把以色列人 从 埃及 带领出来 旷野 不是他们的目的地 上帝要把他们 带到另外一个国度 这个国度 就是迦兰地 如果你在 西伯来书当中 你可以看到 是安息之 之地 是 流来 与密之地 这将决定 这个决定 彻底改变了 他们的生活 同时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艰难痛苦的 如果你熟悉旧约 旷野的历程 你就知道 旷野38年的时间 38年 有人说40年时间 38年的时间 他们经历了42个地点 我们说 旷野的42站 这一个过程艰难痛苦 如同富人生产痛苦一样 当他们离开了熟悉的埃及 进入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其实 这个过程 也是非常的痛苦 但是 我们在这个 民宿记之前 我们就看到 他们两个 到了 出了埃及 不久 两个多月的时候 他们到了马拉 那个地方的水很苦 他们就开始埋怨 哎呀 上帝呀 你把我们 从埃及带领出来 摩西是不是 你让我们在旷野饿死呀 白天 这个这么热 晚上这么冷 水又这么苦 我们在埃及 我们吃洋葱 我们吃大蒜 我们围在肉锅旁边 生活多美啊 他们就又开始回想 但是 神的意思是好的 短短 第三个月 他们就进入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他们第三个月的时候 他们就到了一个 一座山 我们都知道 就是希赖山 在希赖山 上帝 与以色列人说话 他们在希赖山 建立了 圣约的国度 上帝与他们立约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事件 这是出埃及记 第十九章 十九章 我们所可以看见的 上帝对以色列人说的话 他说 我要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 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的 为什么 我们说到 以色列人 他们要出埃及 出埃及 就是分别为圣 出埃及 就是要让他们做 圣洁的国民 当以色列人 他们出来的时候 神就要让他们成为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群体 那么这个群体 是一个军队 按照编织的一个军队 从以色列人 他们出埃及 到他们真正的建立了一个军团 只花了一年的时间 这是我们在第一章 我们大家都看过 民俗记第一章 十二个首领 实际上就是十二个官长 也是十二个军官 这个他们在接下来 我们看到的军团 他们献你的时候 就是按照这个次序来的 让我们看这个 分别为圣的物 摩西把以色列人 所献的 这个在整个出埃及记 第二十章 一直到四十章 这些从律法 一直到这个 建会幕 所有的物品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结果 就是需要分别为圣 第六章 我们可以看到 分别 拉西尔人 拉西尔人的分别 到第八章 我们看到 立位人的分别 这是使人分别为圣 那么成圣 就是整个民宿 民宿记 立位记 所凸显的一个主题 所有在会幕和圣所里面的器具 都要在上帝面前来捷径 这些物品 不仅是 无论是金 银 所造的器具 还是用 细麻布 还是用各样的 纺织的 还是用各样的物品 就是 现 木头 所 雕刻的 所制作的 它要按照 上帝 指示的样式 这是七 第二 还有需要用高 高膜 用血 解禁 在献祭之前 解禁之力 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旧月当中 一般高膜 成圣的有油和血 在新月圣经当中 我们看到 约翰说 死之 解禁有三样 第一个水 第二个火 第三 圣灵 我们在接下来 今晚我们也会 也会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会这样 需要成圣呢 使之成圣 成为圣洁 圣洁 这一个词 在圣灵当中 出现了六百多次 那么与之相近的 同一词 也出现了一千多次 这也是整个 出埃及记的目的 是上帝的国度 与世俗国度的 一个区分 那么以色列人 在埃及过的是什么生活呢 以色列人在埃及 过的是一个围绕着 炉灶 肉国 和法老 敬拜法老 这样的一个生活 没有敬拜的生活 同样如此 他们出了埃及 上帝要让他们 分别为圣 那我们想一想 在 摩西 到希赖山 领受法板的时候 亚伦就犯了这样的一个错 在《出埃及记》 32章1到35节 经文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 亚伦 不断自己犯了这样的一个错 他的两个儿子也是 我们在 利未记当中 第十章一看到 亚伦的两个儿子 犯了一件什么错 他们 自现反火 上帝就 击杀了他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 利未记第十章第三节 上帝就对着摩西说 他说我在 亲近我的人中 要先为圣 就是说 上帝是圣洁的上帝 上帝是 那罪恶之人不能靠近的 这个圣洁 在开幕礼拜第一天 也就是圣洁生活的一个开始 那么上帝是圣洁的 所以凡来到他面前的人 也要圣洁 这些先献给上帝的礼物 也同样要圣洁 上帝让摩西高摩 提醒以色列百姓 上帝是圣洁的 不仅仅离开埃及 就算 所以离开埃及 这些以色列人就圣洁了吗 不 人来到上帝的面前 必须是圣洁的 非圣洁 没有人可以见上帝 那么摩西 亚伦 任何一个人都 无一不列外 没有一个人列外的 在这之前 我们就知道 亚伦做了一件非常独胜的事情 他让以色列人 把他们的金鸣耳环 这些 非常珍贵的 这些金属拿过来 丢在火里 让他们去 建了一个金流毒 这惹动了上帝极大的愤怒 圣经当时告诉我们说 百姓们坐下吃和起来玩耍 原文就是伴有不绝的性的行为 你可以看到 当摩西下山的时候 上帝说 赶紧下去吧 以色列人全家败坏了 我要把整个以色列人冲头给灭了 所以摩西说 摩西在这个过程上说 你要怜悯他们 你要饶恕他们 摩西把法板给摔了 他说 你要怜悯 不然你就把我的性命给夺去 这是 在领受法板之前 发生了一件非常独胜的事情 让他们在最终 让他们现在最终 这是亚伦所做的一件 非常错误的事情 那么 接近会目 是因为耶和华神 要与人同住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四节说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这一点摩西也非常清楚 因为在他被上帝呼召的时候 在经济的火焰当中 上帝就对他说过这样的话 把他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占的地是圣地 在新约圣经当中 我们也看到 教会这个词就是被分别出来的一群人 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说 唯有你们是被解显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了 召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 都是从这埃及的汪洋大海 被上帝分别为圣 我们一个个个体都是污秽不解 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 都充满着安逸的洋葱和大蒜的气息 罪的恶臭遍布我们的全身 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 第一步就是解禁 那么以色列人这些甚至连祭司 他们要到圣殿里服侍之前 也是要经过同祭坛 也是要洁净之际 教会与这个世界最大的不同之处 就是教会圣洁的属性 这也是教会与任何世俗群体 不同的一个原因 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为什么受逼迫 因为教会不能和这个世界同流合物 教会是上帝圣洁的军所 虽然我们看见有形教会 虽然是不完全的 但是在上帝永恒的眼光当中 他仍然是完美无瑕 形象美丽 然而今天这个世界最缺乏的 我们也看到在今天的社会当中 甚至包括教会当中 最缺乏的就是对圣洁的向往 对圣洁生活的向往 对神圣严肃情感的追求 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就是无所谓 没有关系 反正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然而我们作为基督徒 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所以在献祭之前 成圣是关键 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二个 第二点 当天自派首领 呈献礼物分配得到 我们看到在捷径会幕 这一天 十二个支派的首领 也就是十二个长老 他们一同来到会幕前到摩西拉里 他们一起商量 他们献上了六辆车 十二只公流 他们献的礼物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他们共同献上的 第二类是他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支派 所献上的 首先是公共的礼物 其次是每一个支派 代表他们支派的礼物 首领的礼物 第一个就是 作为 第一个类的礼物 是作为会幕的外院 和会幕的器具所用 第二类的礼物呢 是作为献祭 所使用 所以在第四节 我们看到 上帝 摩西就问上帝 我们要不要收 因为这是共物 这和祭物有些区别 这共物是 经常我们所说的 感恩的礼物 感恩的礼物 所以上帝就对摩西说 你要收下这些礼物 为什么要收下呢 这表示上帝喜悦 表示上帝 约了他们所献的 他们献上的供物 是非常用心 非常合适 车与流 是为搬运会幕 使用的工具 所以我们看到 首领们希望 会幕能够随时 与他们同行 也就是他们希望 耶和华神 与他们同在 会幕 是他们 生活的中心 无论他们 行走在旷野的 哪一个道路 和行程当中 他们期望 耶和华神 与他们同在 六道第八节 有了车和流 同样也需要 有赶车和赶流的人 摩西 把车与流交给了 格顺的子孙 在这个经文我们就不分享 前面有很多的介绍 米拉利子孙 主要是会幕中 非常重要的人 是立位中的立位人 就是他们 他们主要是 做这个 格侠 格侠子孙 他们是用尖头服饰 主要是用杠 还有他们是需要抬 就不需要车与流来 来坐 无论是用车赶着 来坐搬运的服饰 还是用尖头的服饰 都是上帝指示摩西的 车与流的服饰 与尖头的服饰 都在上帝的喜悦当中 所以在新约圣经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教会中的服饰 实际上是 上帝赐下不同的恩赐 我们经常会说 那拉车拉流的 一定是很光彩的 那肩 肩扛着 其实呢 是很辛苦的 实际上 不是这样的 每一样恩赐 都是互相效力的 罗马书第十二章 保罗说 他说我凭着 所赐给我的恩 对你们 个人说不要看自己 故意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赐给个人 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同道 对于我们一个生子 有好些肢体 肢体也都不是 有一样的用处 我们许多人在基督里 成为一生 互相联络 做肢体 也是如此 而我们所得的人是 各有不同 或说预言 就当 照着信心的程度 说预言 或说执事 就当专一执事 或说教导 就当专一教导 或说串话 就当专一串话 自舍的 就当诚实 治理的 就当殷勤 怜悯人的 就当甘心 所以我们看到 在教会当中的服饰 往往尖头的服饰 是最辛苦的 这个 扛着会幕的 约柜 是很艰难的 是很痛苦的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责任 他们就 他们也没有说 我把这个 是不是啊 车和流分给我们一些 我们可以这样来 用车和流来运这一个 很重的这样的器具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这一些用尖头服饰的人 是教会当中 上帝分别出来的人 是走在前面的人 我们说 台约规的人 在约束亚基 我们也看到 他们是 引领群阳的领路人 像摩西 像祭司 都是这样的人 像今天 为我们在教会当中 受苦的 王一牧师 德副长老 还有众多的长老 这些人 是我们今天当纪念的人 因为 有人用车 有人用马 这些人用他们的身体 用他们的生命 承担起教会的重任 用生命 来服侍主教会 带领教会 九千面的道路 我们要尝尝的纪念 习伯来书说 那按照 上帝的话语 教导你们的人 你们要 格外的记住 同样 一个与上帝 越亲近的人 他的荣耀是大的 同样他的危险 也是大的 因为 主要在 亲近他的人中 显为圣洁 他们每一次到 会幕里服侍的时候 到圣所里服侍的时候 他们腰间树林 他们要 带着铃铛 为什么 因为一不小心 就要面临着 被神击杀的危险 同样 他们的荣耀也是大的 因为上帝要 与他们说话 这时候我们看到 摩西 他在安排这个事情的时候 是非常的得当 其实在 这之前 摩西也是一个 不会安排的人 他在 审判 看以色列人的时候 他的岳父 叶特罗 就告诉他们 这样做 会让你一个人 极其 劳累 所以你看到 这个 出埃及记 第十八章 就开始分 千副长 百副长 五四副长 还有一些 长官 到了 出埃及记 第一年 到了 这个 会幕的第一年的时候 整个以色列人 非常的 有规模 有次序 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的 按部就班的 服饰 来到 会幕当中的一个服饰 那么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也是如此 我们可以看见 神在今天的教会当中 也设立 长老 指示 主长 那 很多人说 长老和牧师 就非常的光荣 非常的 荣耀 实际上 在今天当中 为我们坐牢的 不正是长老和牧师吗 所以 这也是我们需要去 思考的 去思考 在神的家里的服饰 既是 充满了荣耀 也是充满了真心 那么我们常常 也需要看到 他们是用生命 用身体 用他们的 全人 来服饰 我们要常常的去 来纪念 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的 第二点 如此 安部 如此的 分布的 合适 第三 礼物 清晰可见 每日 一支派 一支 按部 就班 这是 这是一段 非常长的经文 十二次的重复 按照我们今天 很多人 不愿意读这段经文 都想呢 每一天都是重复 不但的重复 这些线的礼物 都一样的 为什么要写十二次呢 表明每一次都非常重要 表明 每一个 每一个都不能忽略 每一个都不能忽略 你看到没有 当 以色列人 他们数 数这一个人头的时候 都 精确到 各位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个体 在神的眼中 都不能少 你想我们这个国家 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你想一想我们这个国家 因为对人的不重视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只是提出一个概念 比如说南京大树上 我们说 三十万人 三十万人到底是多少人 比如说这个 还有很多时候 我们说 多少万人 其实 在以色列人 他们 数点百姓的时候 他们说 五万 几千 几百 几十几个 就说明 每一个人 在上帝的眼中 都不能忽略 同样如此 今天我们跟大家 刚才诸侯弟兄 读了很长的时间 我想应该把他自己都读累了 第一日 第二日 第三日 一直到第十二日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见 十二次的重复 表明 每一次 都不能上 完全的献祭 完全的献上 是 完全的 不能少 那么这里面就提到了 高摩祭坛献流洋 高摩祭坛 第二 每天一首领 行军是 是按照寻经的秩序 这些手 是神所赐给他们的智慧 第一次是献 立会幕的时候 第二次是献 祭坛的时候 他们献领 第一次在 立会幕的时候 他们来到 第二次呢 献坛你的时候 他们又来献领 这一次上帝就对他们说 不要一起来 要一个一个的来 那我们通过他们所献的礼物 我们就知道 每一天来 是合适的 那么 大略当中 我们一眼看到去 他们所献的 是 共物 是 为 行献坛你所献的 感恩 感恩之礼 那么每天 一个支派 从 第一天 一直到 第十二天 你去看 林书记第一章 这个 十二个 训续 十二天的 训续 和 还有他们支派的 这一个 首领 来的这个 训续 和 以色列人 他们 当时 鼠点 行军的 次序 是完全一样的 这就告诉我们说 他们来献礼物的时候 是完全按照 行军的次序 有条 有理 那么 以色列人 出埃及 有多少人 有几百万人 如果他们 没有 次序 是一定会 混乱的 今天我们看到 这两个月 发生在 湖北 发生在 武汉 各地的 为什么有很多 瘟疫 蔓延了 这么快 就是因为 这中间 没有次序 和 调理 没有规矩 就因为 没有这样的 一个 严密的 这样的 一个 思 思路 几百万人 摩西 怎么来管理 几百万人 围绕着 会幕 支搭帐篷 你想一想 每三个支派 一个方向 这是 一件 多么奇妙的事情 所以 很多的 神学家 两百多万人 怎么管你 光吃饭 就是一件 很大的事情 让我们想到 这是一件 非常奇妙的作为 以色列人 在旷野的 三十八年 圣经上 告诉我们说 他们的鞋子 没有穿破过 他们的衣服 没有穿破 他们的 他们没有 刺着脚 走个路 三十八年 他们没有 饿过一笨 为什么 因为他们 是上帝 脱去的 致命 那么 在这一个 管理上面 摩西的岳父 也给摩西 很大的启发 也给摩西 很大的启发 让他按照 这样的一个 规律 来 来管理 所以十二个支派 是按照军队的 经营生活 这也是我们 可以看见 他们出来的时候 还是一个难民 但是呢 应连不到 他们就成为 一个军队 所以 当他们 鼠点 以色列百姓的时候 用了一句话 凡能出来 打仗的 以色列人 能出来 拿兵器的 有六十多万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年的时间 从难民 变成了 一个国度的军队 一个 拥有强大 军队的一个国度 这是 多么的奇妙 这些 首领们 他们一个个 都是军长 他们既是长老 也是军长 所以当他们 来到的时候 他们 也是按照 这样的一个 军队的次序 在新约当中 保罗一告诉我们 我们是 在基督里的 当兵的 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是军人 我们要招 我们要回应 要招我们的喜乐 凡事 都是按照规矩来行的 所以 以色列的百姓 是知道的 当他们 之前是 一无所有 他们所有的 都是上帝赐予的 他们本是奴隶 没有身份 没有自由 没有财物 现在所有的 是拥有自由 有了身份 他们是圣洁的国民 有 有财宝 这一切 都是上帝 所赐给他们 他们甚至把整个 埃及的财宝 都抢来了 430年 埃及人 所欠他们的债务 一日之间 都还给他们 你想一想 他们有多么富裕 所以 这些 军长们 所献上的 都是最好的 所以 当他们献上 这些流洋 这些金鱼 这一些 银的盘子的时候 其实 是为了 这些 在圣殿里 服侍的祭司 和立位人 所使用 因为 这些立位人 和祭司们 他们在 为百姓 献祭的时候 他们自己也需要 为自己的罪 献祭 不然 这些立位和祭司们 自己 也无法 在神的面前 担求 所以 首领们献上 这样的礼物 是为表达 罪蒙 罪蒙得赎 他们希望 在上帝的面前 得以成圣 得蒙越拉 在神的面前 成为圣洁 这是多么美好的 心愿 为得蒙上帝 越拉的途径 就是在神面前的 悔改 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 看到 他们所献的礼物 非常多 但是 总括来说 就是献 四个祭物 赎罪祭 宿祭 还有了 感恩祭 咬祭 他们献上了 是 为献殿 为得赎的 祭物 是为了 罪蒙 赎免的祭物 那么时间 是 每天一个 直派 有很好的 规划 在神的面前 十二个长老 在耶和华的面前 如同一人 每天一人 在上帝的面前 献上贡物 这也是我们 可以看见 在后来 在 会幕里面 圣所当中 以色列的橙色饼 橙色饼是十二个 每一个橙色饼 代表一个支派 每一个橙色饼 预表一个支派的 以色列人 以色列名 所以每一个支派 在上帝的面前 都如同 都是一样的 神的儿子 所以这十二个支派 是表示完全的相同 可见十二支派 在上帝面前的 同心 十二个手里 如同一人 在神面前的奉献 是何等的宝贵 所以圣经记载 这些礼物 他们所献的礼物 都是一样的 很有意思 他们十二个支派 他们从 力量上来说 其实悬殊很大 悬殊很大 如果你认真地去看 有些支派 他们的人数 只有三万多人 有些支派的人数 十几万 军队是很强大的 有一些军队 是很弱的 只有几万人 但是 他们在上帝面前的势力 要求 是一样的 他们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眼里面 也是一样的 这是我们可以看见 新闻里面有说 多收的没有鱼 少收的没有缺 在神的眼里 每一个儿子 每一个支派 都是一样的 每一个人 都是一样的宝贵 每一个祭物 都是同样的重要 不分 智废于火 卑贱于佛 因为我们 的上帝 他看我们每个人 不是按照我们 自身的情况 是在他爱子 耶稣的身上 完全的爱 与完全的责任 十二个支派 是代表 整个以色列家 代表一个整体 在上帝面前的感谢 所以十二支派 就如同一人 在耶和华面前的服侍 得蒙 神的月纳 同样 我们也看到 敬拜 是每一个支派的责任 每一个支派 都要按照上帝 所吩咐摩西的规矩 来敬拜 同样如此 既是 同样的 也是 必不可少 第四 我们看最后 最后一点 他们所献的祭物 是如此之多 如此之美 上帝是如此的赤福 第四点 看啊 神的藏目 与人同在 光照赤福 第七章八十九节 到八章第四节 这是整个经文的高潮 耶和华月朗 众首领的礼物 也是一个总结 上帝何等的喜悦 每一个支派的礼物 在神的面前 被集结的时候 是如此的丰富 如此的 得蒙上帝的喜悦 那么这个 得蒙上帝喜悦的 一个表现是什么呢 就是上帝与人说话 这是上帝 对人最大的抬举 上帝愿意 与以色列人 建立亲密的关系 这不是以色列人 最大的福气吗 神与人同在 这不是你人心中 最好的消息吗 你想一想 上帝要跟你说话 这不是你人心中 最重要的事吗 上帝与摩西说话 在这之前 四百三十年 以色列人 没有神的声音 我们想一想 这 非常的重要 如果今天 川普要跟你说话 川普今天 他要跟你说话 他要来跟你打电话 你想一想 你是不是兴奋的 睡不着 今天一天 甚至足如机会 你有可能都不会参加 为啥呢 因为你要接见 川普大人 你觉得 这是不是今天 你最好的消息 然而 上帝 每一天 都在跟我们说话 我们却没有什么感觉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上帝 与你说话 不值得你清晰吗 上帝与人说话 是说明上帝要与人建立 他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 既是他最深的一个降杯 也是对你最高的一个抬举 上帝与人说话 既说明这是你人生中最大的礼物 胜过一切外在物质的礼物的千万倍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同在 这样的一个同在 也表明在光照中 光照中 以色列家的灯光 灯火 是不熄灭的 是不熄灭的 表明上帝要用他的脸光 光照以色列人 这个灯台是七点 七支的七展 表明完全 完全的照亮 昼夜不分的保守 这里面有 我简单的分享三个 第一个中保 第二个是同在 第三个是赤福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神与人说话 是建立了一个中保 这是以色列人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 上帝与人建立了这样一个关系 是有中保的代求 神要借着摩西 借着亚伦 既是要与以色列的百姓 建立亲密的关系 那么这样的一个关系 是表明在同在当中 依赫华与他的百姓同在 表明神的恩典 要临到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曾经两次 四百年 神转脸 向他们转脸 这四百年 这两个四百年 都是以色列人最悲惨的四百年 第一次是在 法罗的手下 第二次是在 罗马 帝国 那么以色列人在 两约的四百年当中 过着何等痛苦的生活 难怪大卫说 我愿意 在耶和华的手里 落在耶和华的手里 不愿意 落在人的手中 让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人类最大的悲剧 就是离开上帝的面 奥古斯丁曾经说 我只有安息 安息在上帝的里面 我才能够得享 真实的安息 这个世界 今天如此的不安 这个今天 如此的 到了今天的这样的状态 是因为这个世界 不愿意 神与他同在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以色列人 四百多年 第一次 他们听到上帝的话 他们是何等的欢喜 上帝要与他们说话 上帝要与他们同在 上帝 要赐福于他们 这个赐福 这个赐福是在上上一周 以乐牧师跟我们分享很多 我们在今天 我们就不着重放在这里 这个祝福是上帝的笑脸 光照以色列人 上帝的笑脸是整个以色列人最大的赐福 上帝要用笑脸帮助他们 就像我们经常会唱的那首歌一样 他用笑脸帮助我们 以色列人 他们献上的流 羊 金银 上帝用什么来回应他们呢 难道说上帝真的喜欢 我们的金 我们的银吗 他真的喜欢我们的流羊吗 不 他更喜悦的是 与我们的同在 以色列十二个之外所献的祭 是为赎罪 我们可以看到 但这祭物本身不能够竭尽人的罪 以色列人虽然是上帝的儿子 但是他们都半跌半倒在旷野当中 所以我们看到 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百姓 刘和羊 这样的礼物 他是不能够真实的得蒙上帝的喜悦和悦达的 唯有那一位 唯有那一位儿子 真正的以自己为祭物 完全把自己献在祭坛上的 也真正成为大祭司的那一位耶稣 他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 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得蒙上帝的悦达 以至于我们每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知道为我们献上最好礼物的不是我们来示我们的主 当我们说了同在的时候 我们知道还有什么比上帝同在更加重要 更加满足我们心的恩典呢 世人大卫说 你烟面我就惊慌 上帝的耳里何时背离他 上帝的烟面就是他的祸患 请问谁能够挽回上帝的烟面了 谁能够使上帝的心一转 答案是否定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挽回上帝的烟面 没有一个人挽回上帝的愤怒 只有他的儿子上帝的独生子 为了耶稣基督 他才能够挽回上帝的烟面 使上帝不再向我们烟面 愿意与我们同在 罗马书的第三章二十五节说 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 是凭着耶稣的血 记得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用人所犯的罪 希伯来书二章第十七节说 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 为要在神的事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祀 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 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二节说 他为我们的罪 做了挽回祭 不单单是为我们的罪 也是为普天下的罪 希伯来书第一章 约翰一书一章第四节 四章第十节说 不是我们爱神 那是神爱我们 猜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 做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 所以耶稣基督 为了 上帝与我们同在 做出了极大的牺牲 所以耶稣基督说 祭物和礼物是你不喜欢的 是你不喜欢的 父啊 我来了 原是照着你的意思 当所有的流氧 所有的物质 不能够解除人愤怒的时候 耶稣基督说 父啊 我来了 原是照着你的喜悦 当所有的万物 不能够弥补 不能够解决 神同在的 这样的一个愤怒 不能够解决 神同在的 这样的一个条件的时候 耶稣基督说 我来 原是照着你的心意 所以儿女 就同有血肉之气 他就照样 为我们成了血肉之气 所以马拉基书 第一章二十节 第二节说 上帝说我曾爱你们 上帝的爱表现在哪里 上帝的爱表现在 上帝与我们同在 上帝与我们同在 是最大的爱 但是 以色列人怎么说 神那你爱我在哪儿呢 所以 马太福音第一章 就看到了 当基督降生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赐给他们 整个约翰福音 就是为了表达 上帝的同在 是记得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来 彰显出来的 当罗马书 保罗把伟大的救恩 伟大奇妙的救恩 这样的一个回应 这样的奇妙 他说 圣在身 奇妙的丰富和供应 神成做了他的模式 随先给了他 让他偿皇 因为万有的本与他 依靠他 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远 阿们 当他讲完 上帝奇妙丰富 无法测夺的救恩的时候 到第十二章 他就把整个焦点注射在 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 他说 亲爱的弟兄们 他说 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 牵上当作活计 既知道主为我们 成了死计 我们要为主成为活计 亲爱的弟兄姊妹 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么说 原来 那为万物所属 为万物所本 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 是救他们的元帅 因受苦难得以完全 本事合一的 因那时人成圣 和那得以成圣的 都是处于 所以他成他们为弟兄 也不至于此 也不以为此 所以 我们的主 他要在神的事上 为十倍忠心的大吉思 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计 他自己既然被罪试探 而受苦就能大救 试探的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让我们今天用 路加菲的第七章 三十六到五十节 这个故事 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 这个故事就讲到了 有一个 法利赛人 要请耶稣基督 到他们家里吃饭 这个时候 在城里面 在这个法利赛人的城里面 有一个女人 是个罪人 他听说 他听说了 这一个耶稣要来这个城 他就戴上香膏 他到了这个法利赛人的家 他站在耶稣的背后 挨耶稣的脚哭 用眼泪擦耶稣的脚 用头发擦 用眼泪洗他的脚 用嘴连连擒他的脚 把那香膏打破 抹在耶稣的脚上 法利赛人和很多人 看见这一个 这件事情就特别的不高兴 就很多的议论 耶稣就对他说 西门 我到你家里来 有两个人欠他的银子 一个欠五十两 一个欠五两 他们无力偿还 最后 债主就免了他们两个人 请问这两个人 哪一个更爱他呢 西门就是这个法利赛人说 肯尼斯莱一个五十两的 也就是说你说的没错 当我到你家里的时候 你没有拿水洗我的脚 但是这个女人 你看见了没有 我到你的家里来 你连 最基本的 你连水都没有给我洗脚 但是这个女人用眼泪洗我的脚 她用膏抹我的脚 她用头发擦我的脚 因为这个女人的最多 她的爱多 为什么呢 因为她的最多 所以 我们可以看见 当耶稣基督转脸对这个女人说 女儿 平安 去吧 你的心就能力 我们看到这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 却不洗耶稣的脚 是 诚心的洗耶稣的脚 来 请耶稣吃饭吗 城中的女子 她得知耶稣 来到这个城 却到处奔波寻找耶稣 献上昂贵的香膏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两个人 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请问 你是其中的哪一个人 今天 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 你是那个献上礼物 被小瞧的旅人吗 你是那一个用眼泪代替水洗耶稣脚的人吗 你是那一个用香膏代替橄榄油 抹耶稣脚的那一位吗 你还是那一个 实实在在的法利赛人 西门 今天主也到你的家 今天 主也 来到你的生命当中 请问 你有没有献上 你自己最美的礼物 你要怎样的来接待 你生命中最伟大的君王 你的礼物在哪里 让我们一起读读 荣耀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四百多年 以色列人在 困苦挣扎中 四百三十年 以色列人 在罗意中 主啊 我们在你的面前 看到 当你呼召他们 你建立了一个圣洁的国度 他们献上最美的礼物 就是贡物 就是祭物 就是赎罪之物 来到你的面前 同样如此 你去将最好的 来回应了 你的百姓 主啊 我们投资以流氧 你却投资 你的儿子 我们献上的是 有限的物质 你却献上了 你最宝贵的 独一的儿子 主啊 如今 我们在你的里面 我们是何等的 污秽不解 我们是何等的自私 我们常常偏离一离 我们常常 能埋怨 我们常常生发苦毒 我们说神啊 你爱我在哪里了 你爱我 你让我的生活 如此的结局 你爱我 你让我遇到 如此的艰难 上帝啊 你爱我们 却把你最好的 你最心疼的 独一的爱子 赐给我们 这是我们生命中 最美的礼物 你爱我们 你赐下圣灵 永远与我们同在 永不离弃我们 我们却忽略 我们却常常的 觉得我们贫穷 我们一无所有 主啊 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 因为我们常常拒绝你 主啊 今天 我们该怎么来报答你 我们该怎么 报答 救赎之恩 主啊 今天在瘟疫四起 在各样的 异端邪教四起的时候 主啊 我们心中 常常生发的 没有感恩和赞美 我们常常责怪 眼前的环境 我们常常说 神啊 你爱我在哪呢 主啊 求你来生命我们 让我们常常 以感谢为祭献上 是我们每日 生命当中 所发诚心 对你的赞美 让我们知道 主我们的生命 既是被你所属 也让我们知道 正怎样的去 为你而活 我们这 属于你的 我们也愿意献上 主啊 我们本事一无所有 我该如何报答 耶和华 向我所施的一切厚恩 主啊 求你来带领 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求你 让我们每一天 都能够在你的面前说 主啊 我愿意 我愿意在你的面前 用我自己 一生一世 用我的生命 来回应你的恩典 我们感谢你 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把时间交给领会了 感谢主 祂 把祂自己 赐给了我们 我们 只期待我们 能回应这样的一份爱 我们一起 唱诗 将最好的 献主 祝你最好的 相助 献主 祝你尽出的音量 将你转接了 相信你 成为真正的一帐 拍摄 也 stick to the 你卸一趟 将你最后的先安住 先为青春的力量 转身就满全副军装 重新为真名的组合 将你最后的先安住 安心让主去所谓 在十分中一种围终 一切切成最崩溃 奉献你重处的上司 深刻的深思思想 你要甘心的力许主 将最后的先安住 将你最后的先安住 先为新春的力量 转身就满全副军装 重新为真名的长 将你最后的先安住 放两杯的终绝来 他将自己做的书家 天上荣耀远离开 他想生命都无人言 就你脱脱的先安住 就你脱脱的先安住 你要想看些伤重心 将最后的先安住 将你最后的先安住 先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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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奉献的经文 马拉基书三章 六至十节 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 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 万君之耶和华说 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 你们常常偏离我的点章 而不遵守 现在你们要转向我 我就转向你们 你们却问说 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 人其可夺取神之物呢 你们尽夺取我的公物 你们却说 我们在何时上夺取你的公物呢 就是你们在丹纳的十分之一 和丹线的公物上 因你们通过的人都夺取我的公物 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 万君之耶和华说 你们要将丹纳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仓库 使我家有梁 以此事事我 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轻浮于你们 甚至无处可容 我们一起唱诗 非我为主 圣诗精选522首 我们提醒 个人各家分别出奉献来保管 我们一起唱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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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天上的祝国 �牵 在眼影和心动 非我为主 现在思想已落 请让众生做我以自己 如何在你里面 今后抱着不再是我 为主我里面 非我为主 安柔和愿为忧伤 非我为主 将眼睿悬我开 非我为主 不能重担待担当 非我为主 消除一切不光 救助神救我 不离自己 如何在你里面 请让众生做我为主 不离我为主 不离我为主 不离我 祝我健康 祝我唯有助 挽怀我神的心灵 祝我唯有助 我持有祢的生命 求憎真求我 以自己如何在祢里面 今後會征服在世 我為主如我地面 主 唯有主 多久现在我眼前 主 唯有主 几大荣耀可见 主 唯有主 我所盼望都实现 主 唯有主 一切在你里面 主 唯有主 我所盼望都实现 如何在你里面 今后或者不再是我 唯有或过离别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我们一起为奉献献上感恩 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你 主啊 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 带领我们有一颗奉献的心智 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你赐下够用的恩典 在这逼迫患难当中 在这个时代艰难里面 在这个瘟疫蔓延的恐惧里面 主啊 你仍然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 主啊 我们不仅是祈求被你保守 被你赐福 被你供应 更是祈求我们更加来信靠你 更加与你亲近 更加被你更新 被你洁净 祈求我们更加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上 展进在你所赐的至圣的真道上 建造自己 主啊 求你引领我们献上自己为祭 主啊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我们向你感恩祷告 求你越纳我们的奉献 越纳我们的管理 越纳主啊 你要使用的这一切的 经营钱财来做了美好的工作 谢谢主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请起立 我们请林强长老为我们做祝祷 弟兄姐妹 我们一同先来读今天公道的经文 是越纳米哀歌的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我们不致消灭 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是因他的怜悯 不致断绝 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先为在全球各地蔓延的新冠疫情来祷告 主我们慈爱的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求你来垂听你儿女的祷告 主 求你怜悯这地上的百姓 主要我们看见 新冠病毒在中国之外的五十七个国家 都有确诊的病例 已经累计的确诊了六千二百三十四例 死亡了九十四例 其中韩国确诊三千一百五十例 日本确诊九百四十二例 意大利确诊八百八十九例 伊朗确诊五百九十三例 一周前 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曾表示 防止疫情全球扩散的机会之窗正在缩小 慈爱的主啊 我们不知道这一场瘟疫是否会在全地流行 夺去更多人的生命和健康 可是我们知道你掌管的这一切 而且你全然公益慈爱 你有丰盛的怜悯 主啊你曾经使用瘟疫作为击打不幸之国和不幸之民的精确制导的武器 主你也曾使用瘟疫来管教 悖逆的以色列百姓 如今你借着这瘟疫来警醒我们 好叫我们知道基督再来的日子尽了 我们祈求你怜悯这地上的百姓 赐给我们悔改的机会 因为你愿意人人都悔改 不愿意义人承诺 主啊愿你用铁杖打破那抵挡你福音的政权 愿你摔碎那些以人为神 敬拜假神的政权 如同摇将摔碎瓦器 主啊求你在全地的教会当中 赐下真实的悔改 使你的儿女在各处兴起 成为传福音的先知代祷的祭司 求主复兴你的教会 求主为你儿女的缘故 缩小这瘟疫流行的范围 缩短这瘟疫流行的时间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也为巴基斯坦的基督的教会来为你祈祈 主啊我们求你与你自己的教会同在 主啊你全然知道巴基斯坦教会的艰难 有许多的教会受到严密的监视 经常成为炸弹袭击的目标 积极于外展和青年工作的教会 面临更大的疏惑 有许多基督徒因为反卸主法 而不公义的被指控 导致被监禁或者杀害 许多活跃的激进的伊斯兰团体 尽管受到镇压 但仍然蓬勃发展 基督徒被视为二等公民 在工作和教育上面临歧视 人们视为不节的工作 都是留给基督徒的 成千上万的巴基斯坦信徒 做着抵债劳工 却无望偿还在下 由于地位低下 他们像奴隶一样受到剥削和对待 有许多针对基督徒社群 教会和个人的小规模的袭击 包括绑架妇女强劫 强迫婚姻驱逐出家园 以及在国内或者国外的流离之所 据估计每年有七百名基督徒妇女和女孩 被绑架 也经常被迫嫁给穆斯林 受到奴隶般对待的基督徒 大多是文盲 只能忍受艰苦的生活 公义怜悯的父神 我们祈求你 使这些弟兄姊妹 看见自己在基督里有自由 那外在的奴役 捆绑 逼迫 不能改变他们尊贵的位分 因你在基督里 已经收到他们为儿女 主要我们求你来兼顾 那些因反歇途法 而不敢把信仰 告诉别人的弟兄姊妹 赐给他们勇气和智慧 知道如何与他人分享信仰 主要我们求你来怜悯 那些被绑架 被被迫与穆斯林结婚的姐妹 让他们能够紧紧的依靠你 因为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阿们 主要为中国的教会来向你祈求 主啊 求你怜悯你自己的教会 主啊 如今这瘟疫的浪潮 将中国教会所受到的逼迫掩盖了 所有人都要面对的苦难 将中国教会因福音所受的苦难遮蔽了 求你施恩 使你的教会在你翅膀的阴下得着属天的安息 也预备进入未来更艰难的征战和势力 瘟疫有一天会退去 但是对你教会的逼迫 却不会退去 拆十字架 拆教堂 禁收圣经 焚烧圣经的人 依然坐在尊位上 关押牧师长老的人 关押了更多为公义发生的人 借着管控疫情而建立起来的监控体系 越发的脱离了法律和道德的轨道 主啊 求你使中国教会放弃幻想 早早穿戴鼠林的全副军装 进入那真实的鼠林征战的战场 主啊 求你赐给教会受苦的心罪为兵器 在百般的试炼中大有喜乐 叫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 荣耀 尊贵 阿妹 主我们也为王一牧师和秦德副长老 向你祈求 也为我们这间教会向你祷告 主啊 求你与你忠心的仆人同在 你的仆人王一牧师和秦德副长老 因为疫情的缘故 还没有转到监狱 依然被关押在成都市看守所 主啊 求你赐下怜悯和保护 使瘟疫不得进入成都市看守所 主啊 求你使你的仆人每一天都靠着你的恩典 大德安慰 求你使用你大能的卦语来喂养他们 求你的圣灵 常常帮助他们祷告 不仅为自己祷告 并且为这个国家 这个城市 为你的教会 你的百姓多多的代替 主我们也求你在这间教会当中 兴起一批带倒的勇士 每一天早上晚上都用祷告 与你的仆人同行 与你的仆人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 每天晚上十点半睡觉 求你使教会当中有许多的儿女 可以在早上六点半七点钟 开始用祷告 与你的仆人同行 在晚上十点半之前 用一批你的儿女 可以兴起来 成为带倒的勇士 用祷告与你的仆人同行 主我们也求你 为你仆人在监狱当中的 在看守所当中的福音室中 大开恩门 使那些听到福音的人 当中有许多人能够悔改 相信 主我们感谢你 借着这一场的瘟疫 使王一牧师的儿子王书亚 可以不用被逼迫去上公立学校 可以每一天和妈妈 讲容师母在一起 主啊 我们求你与他们同在 求你赐给他们一家人 够用的物质和属灵的供应 主我们也求你来保守 得父长老的妻子 丛流姊妹 和两个孩子 着义和着灵 主我们求你在患难当中赐下平安 主我们求你借着你仆人的受苦 来激励你自己的教会 使更多的儿女 离弃虚妄的 属世的追求 在敬虔圣洁的生活上 在读经导告末想上 在属灵生命的成长上 更加的追求 并且得着圣灵所赐 丰富的果子 求主帮助我们 赐加倍的喜乐给我们 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请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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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同诵主导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欲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 我们也请您向长老 为我们做祝福和差遣 亲爱的弟兄姊妹 无论你是在中国的哪一个地方 还是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 请你们凭着信心 来领受 从上帝而来的赐福 愿你们 握如公师 敦如母师 又如被释放的母鹿 出佳美的言语 也愿你出佳美的言语 愿你们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在城里蒙福 在田间也蒙福 你身所生的 地所产的 都蒙耶和华赐福 也愿你蒙耶和华赐福 愿你的蒙栓是铜的铁的 愿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如何 哈利路亚 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唱诗 欢呼收歌 圣诗精选一百二十二十 天爱的弟兄姊妹 现在你们勇敢的去吧 是万民做主的门徒 主必与我们同在 你们平平安安的去吧 主所吩咐我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求主帮助我们 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直到地底做主见证 哈利路亚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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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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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